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但从外表看起来比较平静 但是内心里早已波涛汹涌 后来去休息室也大哭了一场 就是情绪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玩游戏 我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玩游戏 所以我对我来说的 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直在游戏游戏 我一直在游戏游戏游戏 现在我获得了机会 我感谢这一场赛 我记得最后一盘棋 我就是在一个少一边的冲冰惨剧中 也是费尽千七万苦 把这盘棋回下来了 如果没有完整的一局 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么相当的加强 它的主角理 要去每个赛的独的态度 补逐游戏 体制及体制 可以完全安装 对面的独立 是我虽然的想法 很大 人心承识 我是万一天 我可以在一间设计 所有角色的位置 把描述到很両大 我的优点比之太来可能年纪稍微长一点 经验更加丰富一点 然后在机上面我可能比较擅长一些 自力调动的类型的局面 然后我可能技术处理上比较细腻吧